這消息今天帶你來看這個最新畫面 畫面中是這個伊朗的外交部長 他今天起程訪問了日本 而這一趟也是他自2019年以來首度訪日 同時他在稍早大約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已經跟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兩個人見面了 好他跟岸田呢兩個人坐下來談了一會兒 那麼法新社報導了伊朗的外交部長 這一回罕見的日本行程目的並沒有公布 但是日本的東京放送電視台則是報導了 日本將會對伊朗來施壓 要求這個伊朗要停止提供俄羅斯軍火 那麼在跟這個岸田文雄見面之前呢 這個伊朗的外交部長 其實已經跟日本的外務大臣林芳正兩個人會面了 那麼在跟林芳正會面的環節 是一日雙方代表在長桌上坐下來面對面談 具體談什麼呢 媒體就解讀了有可能就是要再談 這個要伊朗不要再出口 這個俄羅斯軍火了 另外呢日本媒體也解讀了 儘管此刻呢日本的主要盟友 就是美國華盛頓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關係很緊張 但是日本跟伊朗還是保持的友好關係 好這個是最新畫面提供給您 但目前還不知道到底日本的要求伊朗會不會答應 大家覺得呢 好但是俄烏戰爭現在打成了暗殺戰了 之前都說要暗殺澤倫斯基 但是這一回是烏克蘭官方證實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躲過了暗殺 主要是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局表示了 他們抓到了一名女子 這個女子呢是試著掌握 這個澤倫斯基的出訪 尼古拉耶夫的一個行踪 然後他把這個澤倫斯基的坐標提供給俄羅斯 那讓俄羅斯呢 透過這個發射飛彈的方式來暗殺澤倫斯基 那烏克蘭方面表示 他們這個事先已經取得了相關的勤資之後 已經阻止了這項暗殺計劃 所以呢 澤倫斯基是躲過了暗殺 好這也是來自烏克蘭的一個最新訊息 同樣提供給您 好呢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